3月16日 有网友爆料称 在四川成都一旅行社抱团去酒寨沟旅游时 在旅行社指定的饭店就餐饮酒后 多名游客假存中毒 其中一死一失明 根据爆料女游客录音讲述称 到达酒寨沟后 25日晚上在旅行社指定的一家饭店吃饭 中途有喝酒 游客表示 当时有四五个人喝酒 自己丈夫李先生喝了半斤左右 还有另一位游客也喝了半斤左右 他们都有宿醉的感觉 事后 他们俩一个中毒身亡 一个双目失明 另外两个人神经受损 他还对外提供了医院出具的假唇中毒诊断证明 16日 根据女游客爆料 记者试图联系该门店旅行社 但多次拨打电话一直无法接通 记者通过第三方留电话给旅行社 截至发稿时 旅行社为联系记者 记者拨打涉事饭店的公开联系电话 接电话的男子表示 现在店已经关门了 当地正在进行旅游市场大整治 该人员表示 的确有游客中毒 是混合着在喝 但具体是什么情况 还没有明确定论 记者致电酒寨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该局工作人员表示 具体以公安机关的定案结论为准 等待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九寨沟县公安局回并称 目前设施的饭店已经停业整顿 关于此事 他们暂时无法透露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